西班牙非牟利機構和平使者主席 羅德里格斯神父到訪羅馬 並與教宗方濟國會面 會面之後他說 他與教宗討論到關於靈修與世間的事情 一些遠離教會的人 以及一些我們已經疏遠的人的問題 羅德里格斯神父已經多次拜訪教宗方濟國 肯定超過十次以上 他更是教宗到訪若大的時候與他見面 就羅馬此行 神父送給教宗一條他經常穿大的紅色款為根 兩個人還談到好客款待和無家賀歸者 這兩個都是教宗方濟國任內一直關注的問題 羅德里格斯神父說 教宗方濟國關注和平使者的工作 從我們曾經在布爾諾斯·艾利斯服務過的那個時候開始 他已經認識過和平使者很多年 他鼓勵我們繼續這些工作 60年後他依然鼓勵我們繼續 這個是教會的工作 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工作 他是真正的和平使者 我所指的是 他曾經多次在這個陽台上發表和平的信息 並肯請結束戰爭 和平使者在1962年創立 是一個受天主教啟發的組織 終止是幫助各種弱勢群體 尤其是兒童、難民和無家賀歸者 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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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王 辭邊 沙甲 famíl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